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目前是这个我们是模式是那个在这里面看我们会看到我们是RGB模式我们的卫生是八位也就是256种也那个数值可以表达颜色的那个数值范围然后在RGB模式的这个情况下它的通道就会呈现有一个复合的颜色通道 还有一个单色还有三种单色的通道也就是根据那个RGB颜色的那个原理来展现颜色就是三元色红色绿色蓝色我们来合成来表现 然后它们之间不同的比例的强弱对比然后来展现每一种千变万化合成千变万化的种种的颜色但是这个颜色是在RGB颜色模式情况下它会有一个复合的颜色通道 RGB和单色的三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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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实它颜色其实还有一种颜色模式 它颜色模式其实有多种 还有AB 还有CMYK 这四种 至少在我们这个远界里面 它会呈验有四种 就是那个 它有四种颜色模式 对颜色进行一些设置 一些可以在这里面填下它的数值 可以调整 然后这种的话 应该是什么 这个我估计应该是指的是什么 这个我估计应该是指的是什么 这个我还没有了解 如果后面有认识的话 再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 然后我们来 就是在说到HSB的时候 其实有我们需要借助 就比如说就 就这个图层 我把其他图层就关掉 这个是特意做了一个图层 是为了让大家来认识 在HSB它之间的那三种不同的区别 就是对HSB里面的一个认识 来加深对它认识 那么我们也是需要在 把那个颜色模式 我们接触那个信息面板 我们接触信息面板 来对它进行认识 然后看这里面 其实我把笔 我把我的那个鼠标放在这里 我们用那个 颜色 我们用那个 颜色替换工具 颜色全器工具 这里面 我们可以点一个 这里因为它这里块是颜色是一致的 所以点这和点点这里和点这里 点这里都是没区别的 然后这里放一个 这里放一个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HSB 到我当然它RGB是不一样的 RGB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当时我们需要观察的是 HSB模式下 把鼠标 我现在把它测出吧 以免误导大家 不好意思 我们主要是观察HSB 然后我们把鼠标放在第一个 这个蓝色 很明显的比较蓝 蓝颜色 然后大家会觉得明亮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数值是什么 H 也就是它的 H 它是193度 也就是它的色相 S 也就是它的饱和度 84% 就是非常饱和的 但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饱和 如果是彻底完全的饱和 是100% 然后B是明度 它就是明度已经达到最亮 100%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值来写一下 现在是80% 然后是100% H S B B是明度 在这里 不能清楚 然后 sorry 好像不能清楚 如果我一旦清楚 193 84 100% 还是做一个标准 193 84%的程度 明度 就是策略的100% 我们就是要对这三个不同的展现了 HSB有一个认知 那我怎么把鼠标弄回去 这里关掉 然后我们把鼠标放这里 然后发现它的H就是观察这里的数值 它的色相它也是193 它的S也是84% 但是不同的是它的明度是15% 也就是说它这个地方的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不一样 然后我们也做一个标记 它也是193 就是193是代表它在摄像就是处于颜色是在哪一个色系吧可以这么理解 可能我这个表达的这个名词不精准 但是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属于它那一类的就是颜色其实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其实是同一种类的就是都是属于青色的但是而且它们都是在同一个位置上的但是它就是 它是纯度它也是一样的但是它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明度不一样好 然后我们再把使用放这里 放这里 然后H也是193也是摄像 然后S也是S它有改变是15%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饱和度是15% 它的明度是达到百分之百和这个一样 比如说它跟这个之间它是这个地方是15% 也就是说饱和度和第一个之间就是饱和度的区别 好那我们也来做一个标记然后来看一看 那大家看 这三个颜色 你完全看你觉得好像它不是属于同一种颜色就是对于摄像来说其实它的摄像它是同一种的是同一个的 但是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第一种和第二种它们的饱和度也就是说它们颜色的那种饱和度可以说是它的颜色或者是把它理解成是颜色的程度或者是颜色浓郁的程度 其实这两个颜色都是比较重的就是我们会感觉像这个像这个颜色的话 像 换一个 像第三种的话第三种的话你看这两种它们的颜色保的度是一致但是它第三种的话你会感觉它第三种的那个颜色颜色就好像是淡淡了 就没有那么浓郁所以这就是可以用这种对比我们就做不同的对比可以来理解来理解这个HSB之间的一种区别去感受它 你比如说第一种和第三种你看我的摄像是一样的我的那个明度也是一样的都是亮亮的但是我就是什么不一样我就是饱和度也就是说这个颜色的这种纯度或者是这个颜色浓度感受不一样那这个感受强烈一些 这个感觉好像就是好像没什么颜色含量在里面 所以它是非常的就是就是非常的颜色很浓郁啊那这个之间我们就可以来理解这个S也就是说这个饱和度的这个来去感受它的理解 然后B就是明度啊那这个是比较亮的然后这个也第三个也是亮了他们的宝他们的明度都是百分之百都是达到最亮的那种程度但是中间的话我们去用人眼去感受的话我们中间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啊中间那个是比较偏暗的我第一个第三个我就感觉是比较亮的就是从那种明暗程度来说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来理解这个B明度的这种区别 但是非常但是你完全你会觉得哦如果不把你不用把他的数字写出来不去这样进行比较分析的话你完全想不到他的H就是他的色相他是在同一个数值都是193就好像是这个颜色包含了一点点但是他的亮度是达到了彻底 这个呢他颜色呢是打到了啊就是颜色很强烈啊放了很多但是呢他的明度他也是打到了彻底这个呢颜色呢也是放了很重放了里面很重放进去但是呢他的明度是很暗的他没什么他没什么就是给人的眼睛感受他是比较比较暗的那种 那种程度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比较来感受三种颜色在相同色系下他们之间的那个保和度亮度之间的区别 你完全就是很难想象他们是都是属于这个193193度的那个那个摄像也就是好像是蓝色好像是蓝色 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去来感受纯度还有那个明度的之间的一些区别和认识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些啊针对HSB颜色模式下的一些理解然后颜色模式 颜色模式的话其实是有就是刚才我们是说的是HSB然后我们上节课也说到RGB就是那种上颜色合成就是现在目前是处于上颜色的上颜色的那个模式下 但是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我们刚才也提到有HSB颜色模式 还有一个LABLAB和CMYKCMYK它是打印了一种颜色模式 它是好像是说那个CMYK它是彩色印刷时它是采用了一种套色模式 它也是利用那个色料的三元色混色原理加上黑色油墨 那四种颜色一起来混合叠加的然后形成就是那种纯产的印刷 它那个C它就是那个英文单词青色的那个字母开头 那个M是那个品红色品红色也成为阳红色的这么开头 那个Y就是Yellow就是那个黄色 K它是Black黑色 其实那个为什么用K它因为因为前面我们RGB用的是Blue嘛 所以它就为了跟那个区别下它就用它如果也用说我这个K代表了黑色 那黑色Black开头那我也用B那就跟前面的那个冲突了 所以它那个CMYK它就是那种印刷印刷的那个色彩模式 就是用来印刷的 然后它跟RGB它有个不同 RGB它是那个屏幕显示发光的那个色彩模式 就是你在一间黑房间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电脑屏幕上的内容 CMYK它是用于印刷品 它是印刷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去看呢 它是有太阳光或者是灯光 我们照射到那个印刷品上 再反射到我们的眼睛当中 我们才可以看到它的内容 它是需要外地官员的 如果是在一个没有灯的房间里面 就黑暗的房间嘛 我们是看不了什么期刊 也是看不了什么报纸 但是在屏幕上显示的头像 就是我们这个电脑屏幕 它就是一个RGB的模式 那如果是要印刷品上看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印刷品上 比如说人家印了海报啊 它都是依靠CMYK模式来表现 来印刷 就是它是一种印刷模式 它依靠这种模式把它印刷出来 那个它有 这我们就对CMYK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吧 就一个了解吧 还有一个AIB模式 它是 它这种设计模式 它是 它是一种跟设备没有关系的颜色模型 它也是一种颜色模型 它是一个 R就是表示亮度 lightness 然后A和B它是两个颜色通道 A包括的颜色是从深绿色 低亮度到灰色 灰色它们其实在PS里面 都是弄成中亮度子的 而这叫亮粉色 高亮度子 然后也是 必须是从亮蓝到灰色 再到黄色 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就行了 因为目前的话 在PS里面就是很少 很少利用到这些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不同的模式情况下 它有不同的那个颜色通道 就拿这个 就比如说拿这个图片吧 这个才特别 你看我这位现在是什么模式 把这个也细细面板 先放这里吧 我现在模式是RGB模式 那我的通道 通道是什么 一个复合的颜色通道 还有红黄蓝 就是三种单色的颜色通道 那我还是 那如果把模式 我还是这张图片 那我把颜色模式换一下呢 我把模式换起来 刚才我说到了CMY可以 也就是那种印刷的那种模式 然后而且我改模式的话 它会影响它那个颜色的展示 不可变 我还有其他的 确定 好 然后在这个CMYK的模式 情况下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CMYK 然后再看颜色通道 它也是有一个 复合的颜色通道 它但是它有青色 阳红黄色和黑色 阳红黄色和黑色 四种 这里面有个黑点 这个黑点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现了 我们先暂时管它 我们先说一下 它不同的颜色就会有不同的 它就不同的颜色通道 像有一个复合的颜色通道 但是它下面有四种 也就是青 阳 黄 黑 也就是CMYK 这也是它的首字母来组成 它这个 它就是另外一种颜色模式 来展现展现通道 那还有如果我在图像这里面 所以它模式是跟通道 都是信息相关的 那如果把模式调 调换成 AIB呢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通道 我现在是改成AIB 它也是有个AIB的 那个一个情况下的 一个颜色复合通道 然后有一个明度 然后有个A A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从亮什么什么的到亮什么什么的 是亮黄还是亮粉 这是从亮蓝到什么亮绿 这个我们有点不太记清楚了 然后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查一下 然后这就是这三种不同的模式 它就会对有不同的颜色通道 所以我们就是在图片 你要运用通道这个功能的时候 不过基本上你通道的话 你也可以看出来它是什么模式 如果是AIB 这里显成AIB RGB就显成AIB 如果是CMYK 就可以显成CMYK 那我们现在还是调为RGB 那我们现在还是调为RGB 这里面还是RGB 现在是给我留下了一个黑点 应该是前面转换的时候 把这个给给给那个核进去了 然后在RGB模式情况下呢 其实在通道里面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这个 那这个功能是什么 它其实是将那个选区 它可以是把通道吧 作为选区再 那怎么是说 其实反过来也可以把选区作为通道 然后再把通道作为选区来提现出来 那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现在是用这个命令套装工具 我就随便在这个图层里面 对不对 我就随便画一下 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蚂蚁线一个圆圈 就是一个选区 那我右键右键右键 然后我就说 那我要乘出选区 然后它就是文档 文档目标文档就是这个文档的名字 然后它是存在哪里 存在通道 新建一个通道 也就是说 它以新建一个通道 以通道的形式来重新 存存存储这个选区 把选区弄成一个新建的通道 好 那我点确定 那我看看 我等一下看看通道会变成什么样 就这里面 大家看 就这里面 它就会出现一个 Alpha AlphaE 它默认的名字 就是AlphaE 在RGB的颜色模式下的通道 把选区称存为通道 好 我把这个关掉 卡去在D 就是推出那个选区 好 那我们现在是点它 就点进去 它其实是不是有点像个萌版一样的 因为我们刚才是选拳是这个范围 它就是把这个范围保留为黑色 然后没有圈选到的范围 它只有用黑色 好 那我们再把范围打开 然后而且你看 如果我把这个眼镜打开的话 它没有选的区域 它是有一个红色展现 选到的区域 它就不会有这个红色 好 我把它的眼镜关闭 那刚才那我要调去 我不是把它作为 我刚才是在这个 出城里面 我是随意换了一个选区 然后把它 作为以默认的名字 阿尔法一 然后把它存储为一个通道 那我也想把这个选区调换出来 那怎么弄呢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通道里面 我们只是没有把它的眼镜 开 如果打开的话 它就会呈现这个 红色 没有就是在这个选区 在这个通道里面 被被覆盖了 它是红色 然后没有覆盖的地方 它就是呈现一个自然的 我们把它眼镜关上 但是我们依然是在这个通道选择上 只是没有把它眼镜打开 那我怎么调出选区 我就点在下面 那这个按钮就是个圈圈 满一些那个虚线 而且它的鼠标放在这里 它下面会看到一个函字 它是说什么 将通道作为选区在于 那我选择是哪个通道 阿尔法一通道 就是首先要保证你是要 在你所想要的那个选区里面 在你是需要 将你需要选择那个选区的通道 就首先要保证你通道选择的是正确的 然后才能提现 才能把这个通道 通道里面的那个选区提出来 好点一下它 它就出现了 那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这样吗 而还有一种就是 Ctrl 键 就是Ctrl 就跟我们的那个 萌版的那个 就是跟其他通道一样的 操作手法 Ctrl 键 左手按住Ctrl 键 然后右手就是 鼠标就是点一下它 同时按下它 它就可以把它调出来 同样的它居然选区出现了 那我要退出选区的话 也是Ctrl 键 它就会出 它就会那个 就会就 就会退出 啊 这就是那个 那怎么删除它呢 那通道其实就像图层一样 上前说有提到 通道其实有点 类似于图层 我们是可以删掉 那这是可不可以删 当然也可以删 但是这个删的时候 那那我们的图片 就会就会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它是 它笔记是体现那个图片的像素 把它拆分成三元色的 所以不要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演示 但是你可以知道通道其实也是 可以像图层一样 你可以进去 进去干嘛 进去可以操作的 那我们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绿通道里面 那我就是 啊我们就 就就就 就倒就 就是随意的操作一下 你看 我现在是黑色 我我涂抹的是黑色 但是在这里面是显示的是红色 实际上是为什么 你看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就看回来这个图层 那为什么是那个就是有点带一点粉红 那你黑色的这块你就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说了 我们其实是在那个 呃它是在这个单颜色图层里面 它是我们是把 呃它是以黑白强度来展现那个 展现那个颜色的呃分布的那种强弱吧 或者是比例或者是大小 就就是随便怎么理解 就是按这个我表叙的不太精准 但是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 那我是以白色的话就是把它当做 如果如果把这个都关掉 啊把这个都关掉啊就是白色了 你看这个我只展现绿颜色的通道的眼睛 其他都关掉啊这个绿在这个绿色通道里面 它这个白色越亮的地方 那这就是表明它这个绿颜色啊 就是这个绿的这个RG值它的强度和它的颜色 也就是说绿颜色绿颜色是是最多的 就比如说这块的这块的绿颜色 那就是这块绿颜色最多 那这块是不是觉得这块像有光一样呢 亮亮呢那这块这块绿颜色多 那这块中间这个路中间是不是黑黑了 那这块的绿颜色相比相当于这边来说 是要要薄弱一些那什么地方是彻底没有绿颜色 那就是涂黑的地方没有彻底的没有绿颜色 那如果是彻底的涂白的话 那就是这个地方呢 纯白就是绿颜色最最完整最强烈 纯黑那就是这块没有绿颜色 它就是用这种白黑白的那种强烈的程度 来体现这个绿颜色的那个RGB值的那个G值 就是G值的那个大小强弱 255最强嘛 然后零值就是没有嘛 就是这样子 那同理其他三种颜色没有 好那为什么我把这个块涂黑了之后 那我们在这个图片里面 为什么这块就是展现出来的是这个 好像是色彩都变粉了 甚至这块都也变色 但是为什么 你相信你把这一块的绿颜色全部给剪除掉 那么它叠加 但是这一块就是这块黑色 就这块黑眼 就是在那个绿通道里面 这块的绿颜色没有了 因为全部涂黑了嘛 被我涂的死黑了 那其他的红颜色通道和蓝颜色通道 它还在呀 那它这块区域的红颜色它还在呀 它的蓝颜色它还在呀 那么就是它这块的红颜色 这块范围的红颜色的那个值 和这个蓝颜色 这块范围的蓝颜色的这个 壁值和这块范围的红颜色的 R值 它们都还是没有变的 它们叠加在一起 那么再加上绿颜色 哎 涂黑的不是没有绿颜色吗 没有绿颜色就是零呢 因为就是说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像素 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它的那个 G值是 就是green嘛 G值就是green嘛 就是绿颜色 它是为零的 它这个素质为零的 然后其他的就是 该怎么叠加就怎么叠加嘛 反正叠加完之后呢 它最后展现的就是 就是这一块的就颜色就变化了嘛 那也就是说 这一块的红颜色 和这一块的蓝颜色的那种强弱程度 当然它是因为分不强不分 它每一个点的像素的那个 红值和蓝值 也就是R值和B值它不一样啊 再叠加那个共同 叠加了这一块呢 把那个G值变为零 它叠加在一起之后 它就颜色变化成为这样 那也就是说红加蓝 然后这个地方 可能是这一块的红色太强了 那这一块的蓝颜色 比较弱 那红江蓝 红江蓝 红强和蓝弱的时候 绿子又没有的时候 这块就提现出来比较红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一种 所以就说 我刚才说这么多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通过这个 来共同理解 就是说在这个通道里面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通道好像很 很 很 很不可 很 很不可捉摸 但是它其实也是像涂层一样 它名字 虽然叫通道 但实际上它很多地方就是跟 可以用涂层的那种方式去编辑它 或者去 去运用它 你看通道它前面也是有眼睛 这边也是把眼睛打开 一样的能看到 这边也是一样的 当然是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 现在是在这个 我把其他不该打了 把其他先关掉 我们纯粹一点 就看这个原始的这个彩色图片 它的通道就是展现了这个 复合颜色和单颜色 以及在通道里面 我们如果进行编辑的话 进行编辑的话 如果你理解了那个通道的三原色 形成的那种 底层的那种逻辑的原理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反其到 就是我们不但可以在图层里面 进行操作变化 还反而就是把这个单个的图层 把它拆成三原色 我们可以在这个通道里面 对它进行编辑操作 然后可以得到了复合的图片 然后就得到了这个图层里面 就是呈现另外一种效果 就是可以通过通道来编辑 来编辑图 来编辑RGB模式的图 当然还有CMYKLAB模式 大家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可以通过通道 来反其道来编辑它 然后达到它们复合叠加之后 就呈现了一个综合的效果 来从而达到想要的效果的那种目的 嗯 这就是通道 然后还没有讲完 时间 时间有到 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讲 感恩大家的齐备拉手 好 目前就停止共享贩卖 我们下次再继续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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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